刚才发的这个追身球够不够快 够不够突然性 那么下面就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首先我们的站位站在反手位 因为呢 追身球就是在对方的身体中间的这样一个位置 那往往很多时候对方主要是顾待正手位和反手位 忽略了他自己身体中间的这个范围 所以我们可以偶尔采用这种偷袭的方式去发这种球 主要突出他的快 还有长 那么我们的第一跳啊 以奔球的举例吧 第一跳在自己球台的端线 离自己身体更近一些 那撞击呢 发这种奔球撞击为主 我们是触球的一个中部 然后在球拍的拍头位置 那我们的拍头朝下 当球下降至跟球网高度差不多平行的时候 快速搜你的前臂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握住我们的球拍了 然后呢 身体跟上 为了是无线压的更低一些 当然我们发这种追身球也可以采用 侧下旋和侧上旋都行 主要是往对方的身体的中间位置去发 达到他的突然性和的快速就可以了 下边就给大家来示范一下 大家学会了吗 记得给我点点赞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